耶 我的频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 送出iPhone 11 Pro来回馈给你们 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了小铃铛 还有追踪了我和Cherry的Instagram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额 把这个iPhone 11 Pro送出去啦 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元 今天这个影片 今天这个Vlog 是要记录我自己个人单取的一个诞生的过程 OK 其实今天要录的这一首我个人的单取叻 是我第一次自己作词 自己作曲 然后也第一次担任制作人 担任导演这个角色 这个工作 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新鲜 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啦 所以我希望可以尽我的所能 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来呈现给你们 所以今天只是这整个东西的 这整个项目的第一步啦 也就是我已经写好词写好曲 之前有看我Vlog的观众朋友都会知道 我那首曲那个词是怎样的 因为我之前有在我的Vlog那边小唱一小段 给你们听嘛 然后今天呢 曲已经变好了啦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这边的录音室 就是正式开始录音 录了音之后呢 就要开始找拍摄团队来拍摄MV 我目前的概念是这样的 但是过后也有可能是会有自己来拍 但是我自己在拍摄方面是没有什么经验啦 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自己try一下的 暂定是这样子啦 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就让我爱你 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是会用这个歌名啦 这个歌名其实也是暂定的 但是我觉得有90%是过后会用这个歌名的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去录音室吧 Let's go OK 我现在就到了这个录音室 然后在我旁边这一位是韦希啦 然后你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就是这一首歌 你是主要帮我负责什么部分 这首歌主要我是帮阿渊做编曲啦 就是帮他编背景音乐 还有帮他通筹一些部分啰 然后今天你会陪我 所以就是赔唱的嘛 对对对 赔唱 哦 赔唱 所以会去盖你去这样去诠释这首歌 这样把这首歌唱好 因为这首歌是韦希变的嘛 然后他会要教我要怎样去唱那个key啊之类的 对嘛 OK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就是直接开始录音呗 这一歌就是那个等一下我要录音的地方啦 听到 听到 两个人的相遇 缘分的live OK 现在中场休息一下 喉咙很痛了 我觉得我一直用喉咙唱歌不定嘛 真的是很辛苦 我不会用丹田唱歌 请问他怎样用丹田唱歌 丹田 丹田 会不会 我以后喉咙唱到很痛哦 我再去上个厕所先 OK 我录 我不计录音室的时间是3点到5点 然后现在的时间已经是4点37分了 因为我刚才来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迟了15分钟 所以 应该是录买最后的10多20分钟就可以回去 然后 韦西就会再看他有什么地方是不够完美的 就是要再来这边 等我状态比较好一点的时候 再来补录那个不完美的那一段 OK 这些都是我刚才唱的那些音葵是吗 哇 这样多种颜色的 所以有些录到10多个track 10多个track 然后我们再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去听 一个字一个字 拉出来然后接在一起 有过这样子的啊 有 就是如果我还是看你的 唱到哪一个字你是唱到比较厉害的 比较有感情的 我会选那个剧节目 就是一个字这样拿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字这样拼起来 对 当然如果你有诊断是完美的 我就用诊断了 OK 看哪个字我需要 OK 我们现在就继续呗 Yeah 喉咙已经爆了 然后已经录完了 来喝一口水泡 我明天应该讲不到话我觉得 两个小时我 两个小时我喉咙就不停了 我真的是要念一下 怎样不要去依赖喉咙来唱歌 就唱歌老师 是我觉得可以去上一下课 但是我觉得你写这个曲有天分啊 好 我这个曲是我睡觉的时候想出来的 我想到我在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出来 所以就有了这个曲 把那个曲我不是很满意的那个曲 就我觉得还好 没有 不是很有祭典 没有这样有主题 可是还很漂亮 它只是满 满得跟的啊 这个曲 OK 现在我就录完了第一次的录音 然后之后维席它就会去捡我的worker 然后它就会再看哪里拍 是还需要再过来这边补录的 因为我现在的喉咙状态 已经是不停了 因为我已经是 从三点多 唱到现在五点多 要六点 已经唱了两个小时多 接近三个小时 期间也只休息了 五到十分钟这样 然后喉咙已经是 感觉了有点痛 我怕我明天起来喉咙会 会有点痛 讲不到话 所以现在就要 现在就要 开车回家 然后等 维席它 Edit好我的worker 过后 它就会传那个编号给我 拜拜我回咯 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我等你的那个worker剪好 OK 拜拜 再见啦 我的我的影会剪到你半死 所以不好意思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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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 辛苦你了维席 OK 就 现在已经 回到家了 然后 刚刚拍的Vlog的影片 也已经剪到一半了 但是 我还没有做这一个影片的结尾 想说就是 今天 已经录了两个小时多 然后录到火龙的状态 也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 我相信 我相信 还会有 第二次去补录 也就是 把 那 把今天不完美的地方 再去补录多一次 就让它 可以 去到更好 我保证啊 我会尽量录到最好 把这个东西 把这首歌 最好的呈现给你们 第一次自己写词 写曲 对我来讲 也算是一个蛮新鲜的挑战 因为 为什么会有这个曲的概念呢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我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 我的脑海 突然间浮现了这个旋律 这个就是可能穿梭中的灵感吧 然后我就立刻 起床 然后开电话 就录完了一个旋律 然后隔了 一两个月之后 我就把这个旋律 突然间拿出来听 然后我就讲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首自己的单曲 然后我就开始进行填词的工作 然后 这首歌的概念其实是写给Cherry的 就是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歌词里面的故事都在形容 我跟Cherry的一个 小小的爱情故事这样子 然后希望你们到时候 会喜欢这首歌啦 什么啊 你讲你期待我这首歌啊 真的吗 真的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听了过后叻 有一点暗哦 过来 OK 我要冲凉我 不会影响到观众对我的感觉 你要遮住这个要有中黄标 因为你衣服太薄了 太薄了 首先我个人听了这个曲子 我就觉得其实 讲多一次 首先你个人听了 你上次了 OK 首先我个人听了这个曲子过后叻 我一个感想的 当然因为这个是你第一次做嘛 而且还不是一个完整版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过后应该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 对对对对 因为还过还需要会有和声老师 对对对对 来和声 然后过后会有吉他手 重新编曲 吉他手呢 不是编曲就是 live的吉他这样 会再弹吉他进去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很期待过后完整版的表现 对对对对 因为目前来讲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但是还是略微有一点需要调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你也是这样觉得啦 因为还没有完整 对对对对 也还没有完整 所以我就让我们期待完整版 就让我们期待完整版 就是这样 然后到时候我拍摄MV的时候啦 你要不要当我的顾勒 可是你不是讲你要请Crew 我在想我要请Crew 还是不要请Crew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由我们记忆人来担任的话 可以的 好像也蛮好玩 OK的 虽然讲不是很完美 可是意义却不一样 意义不一样 对对对对 我看错了就这一点 因为第一首个人单曲嘛 对对对对 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意义是不一样的 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讲也是要呈现最好那一面给观众 没错没错 所以我是OK的啦 做不雷 做不雷啊 作为回报以后 我也是要你做我不雷的嘛 这个不用讲了 不用讲了 问都不用问了 直接叫就可以了 不用问了 是啦 OK啊 OK所以今天这个 呃 就让我爱你的幕后录音Vlog 就到这边结束啦 所以 你们就 敬请期待完整版吧 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啊 因为 目前只是在录音的阶段嘛 而且 还没有去第二次的普录 而且 还要混音 还要 呃 做其他的那些工作啊 还要拍MV啊 然后剪接 调色搞到来 我觉得应该还要多一个月吧 我会尽快 然后呈现最好的东西给你们看 所以 你们就敬请期待吧 因为现在讲多也没有用嘛 你们也很期待哦 所以我会尽快啦 OK 所以今天的Vlog到影片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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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